我要補充的是 韋漢剛剛提到說 藍白互相插刀 可能民進黨會贏 韋漢的研判是對的 如果藍白不合作 國民黨有沒有可能贏 國民黨還是可以贏 如同連勝文的分析 國民黨的地板是40% 丁守中40% 連勝文那次他拿41% 民進黨的地板是李應援 那次選的36% 那是李應援跟馬英九 馬英九要連任的時候 李應援拿36% 那是民進黨的地板 如果把36跟40% 當作民進黨跟國民黨 國民黨還是有4%的領先 我們就不要再管黃珊珊拿幾% 黃珊珊拿幾%我都祝福他 就是國民黨 我沒有要藍白河 然後也不要再跟民眾黨吵架 國民黨推出一個 直接可以贏得 台北市場選舉的人 可以嗎 所以這個就是蔣萬安 你自己要想說 你夠不夠強 現在的問題在蔣萬安 大家都要來救 大家都不看好我 梁文傑一直說我很弱 連聯合報社群都說 你很弱的時候 你還要選嗎 我不是要勸退蔣萬安 我是要告訴大家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選舉的候選 大家都覺得 陳輝文不夠強 陳輝文可能不會贏 陳輝文要跟華為恆合作 不如我要賣算了 就顯然你沒有準備好 大家都不看好你 對不對 蔣萬安可不可以說服大家說 你是一個非常適合的 台北市場人選 你一出馬 不管黃珊珊拿幾% 陳時中拿幾% 你都可以贏 那這樣大家支持你 比較名正言順 就是你不夠好 不夠強 莫名其妙 那之前黃昂專訪他 如果黨需要我就幹嘛幹嘛 我覺得那種 氣勢都沒有 不要指望蔣萬安當母雞 他還需要別的小區去救他 學長我插一句說 你意思是說 台北市國民獎 需要一個可以來 碾壓這一局的 不管你民進黨是誰 黃珊珊選不起來 我都能贏的人 就對了 韋漢不只碾壓這一局 而且因為台北市的特殊的 守善制度 這個人他必須還是 2022的領頭羊 我相信有志一定同意我 侯友宜他不適合當領頭羊 侯友宜不要扯後腿就好了啦 我講一句實在話 國民黨需要一個領頭羊 就像當年的寒流一樣嘛 對不對那趙少康是非常適合 趙先生的層次高度格局 所有國民黨的縣市長候選人 團結在他下面 然後趙先生來選台北 就不會有你們在討論什麼 民眾黨不民眾黨 YahuuUgh 不肯定的